起初男人并没有在意 可让他感到奇怪的是 这层楼似乎并没有其他住户 怪不得如此繁华的公寓 也就只有四楼最为便宜 好在等男人进屋后 他发现这里的环境确实还不错 然而就在自己收拾行李的时候 屋外却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这可让男人感到一阵疑惑 明明自己刚搬进来 再加上自己在这里根本就没有朋友 那么敲门的究竟是谁呢 没办法 男人只能起身去查看一下情况 可谁知就在男人询问对方是谁的时候 门外却传来了女人的声音 更奇怪的是 无论男人怎么询问对方 女人也始终都没有回答 而只是自顾自地敲自家的门 这时男人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开始慢慢朝门口走了过去 直到最后一刻 他下定了决心 然后朝猫眼凑了上去 可奇怪的是 屋外却空空的什么也没有 这下男人可彻底蒙圈了 他决定打开门看的究竟 结果等他出去一看 走廊里还是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难不成是自己太累所以听错了 好在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当天晚上 忙碌了一天的男人也早早在床上睡了过去 可谁知就在这时 屋外竟然又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而且断断续续的根本就没有听过 起初男人以为是自己在做梦 所以听错了 可紧接着 白天那个让自己开门的女生居然又响了起来 然而此时的时间 已经是半夜的两点钟 想到这 男人便准备起身去看个究竟 他想看看到底是谁这么晚了还在搞自己的恶作剧 结果等他凑到猫眼一看 门外依旧是空荡荡的没有任何人影 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男人便决定打开门看个究竟 可奇怪的是 走廊里还是一片漆黑什么也没有 谁知下一秒 一阵阴风突然就吹在了男人的脑门上 而与此同时 男人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于是等他往门后一看 结果还是什么也没有 这才让男人彻底松了一口气 到了第二天一早 男人就把昨天遇到的事情全都告诉了管理员 他想知道究竟是谁大晚上老是敲自己的房门 好在管理员也是很诚实 他表示在男人来之前 屋里居住的是一对情侣 但后来由于女方出轨被男友赶了出去 因此女人便每晚都敲门祈求男友放他进去 而没过多久男友也从这里搬了出去 听到这 男人算是明白了一切 他想让管理员帮忙告诉女人 他的男友已经搬出去了 因此不要再让他每天跑来敲自己的门 可管理员却表示自己办不到 回到屋后 男人立马在自己的门口放上了两碗满满的食言 据说这样便可以阻挡邪碎的入侵 而这招似乎果然很奏小 直到第二天早上的七点钟 男人都在没有听到那个女人的敲门声 为此男人还特意感谢了放在门口的两碗食言 然而正当男人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的时候 结果在某一天的晚上 那个诡异的敲门声居然又再次响了起来 恍惚中 男人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结果等他刚一转身 那个女人的声音又传到了自己的耳朵里 不对啊 门口不是有食言吗 结果等他一看 我的天 食言居然慢慢变成了黑色 这下男人可傻眼了 他只能强忍着内心的恐惧 期待女人赶紧离开 可谁知敲门声不仅没有消失 反而还越来越激烈 结果等男人再往门口一看 我的天 食言居然全部变成了黑色 这下可糟了 男人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而与此同时 哼的一声吓了男人一跳 原来是自己的相册掉在了地上 但好在下一秒 敲门声也停了下来 看来女人已经走了 于是男人便准备起身去查看一下 可谁知就在这时 一个白衣女人居然出现在了面前 这可把男人给吓傻了 而随着白衣女人的越来越近 男人也彻底崩溃了 他祈求对方不要靠近自己 可谁知下一秒 女人居然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而随着男人的一声尖叫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二天早上 只见男人买了几束花和几瓶冰红茶 来祭奠昨晚的白衣女人 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女人 他的男友已经搬走了 希望女人能够安心地上路 说来也怪 从那以后 白衣女人就再也没有来过 然而就在这天上班的途中 由于快要迟到 男人一时着急便跑了起来 可谁知下一秒 男人居然毫发无伤地躲过了一劫 可只有男人自己知道 就在刚才要出事的一瞬间 自己的胳膊 是被什么东西给拽了过去 这是什么啊 天啊 天啊 i yeah I i I I I i i i yeah e i yeah you're so funny i yeah U i yeah yeah